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又是我的地隔车 在这边的地方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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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都會將他們呢 劃在我們的一格車上面 或雕刻在我們的一格車上喔 來謝謝我們有個王爺 所有的隊伍好朋友 謝謝 謝謝 但是唯一不變的就是他們的身形 還有他們的步伐 以及他們身上依然都有他們的稱謂 可以讓大家來分辨說 這是半將軍還是謝將軍 很多人會想說 那半仙將軍他們手上為什麼要拿這個雨傘 雨傘有兩種的意思 一種的意思就是 因為他們長相上面比較 有的人說有的看到的時候會害怕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拿這個雨傘把它遮起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曲鞋的部分 我們神將以前的雕刻的時候 就是在雨傘形的雕刻 有的用原木的 那現在近幾年來的話 又慢慢的把它剪當化 不是用原木的 所以他整個的神將的身體 就沒有以前的神將的身體那麼重 不然你知道嗎 一個人承載著一二十公斤喔 在整個擺放的這個步伐當中也是很辛苦喔 來謝謝謝謝我們又再請了掌聲來 謝謝謝謝我們的神將團 謝謝感謝喔 謝謝感謝我們的團觀喔 謝謝 謝謝 然後呢神將的身體呢是用竹編的喔 那竹編完之後再將這個衣服的配件呢 再裝上去這樣 我沒有看到什麼 來恭請我們身將立臨到淡水平安師喔 耶穏呢我們邀請到我們淡水平安師的時事代表 我們現場清香來恭迎 来 恭送圣驾 也请求圣驾去留神恩 护佣我们所有的如下众弟子